挑战用一万片金木拼 超大圆饼 开工 花了一个小时 终于把圆拼好了 小欣欣同学功不可没 这些绿色大部分都是他帮我找的 谢谢哦 不客气都是一家人 下一步 加固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加固完成 不管怎么转都很安全 非常坚固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保证它是圆的吗 这把尺 所有的边缘离中心的距离都是32厘米 能不圆吗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月饼向上叠加12层 而且我们还要在月饼里面加一点尿 什么尿 就是调尿 里面总不能是空的吧 拼好了 这个字你认识吗 我 没错 今天我拼的就是 五人月饼 就是这样 继续 终于拼好了 完美 超级无敌 好看看 我儿子真给面子 继续加厚 五人的人 拼好了 按得手疼啊 小星星洗完澡 就是我们父子的欢乐时光 来了 来啦 看我的乾坤大罗鱼 挡箭牌 挡箭牌 你竟然会挡箭牌 看我的长城炮 谁呢 哼 哼哼哼哼 我受了注伤 小星星奥特曼 果然厉害 甘拜下包 但是 我还有绝招 没有出来呢 看我的 小黄人攻击 哇 竟然被你躺下来了 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 第二击 碰 哇 小黄人受不了了 小黄人在想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昨天晚上玩嗨了 没事好 以后早点睡可以吗 好 这是昨天晚上的成果 五人月饼的人 才拼了四层 继续 四点半了 接儿子 一拼积木 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还差一点点月饼就封顶了 然后在月饼上写字 稍微修饰一下 神兽出笼 小星星 拜拜 回家 这是他自己选的衣服 嗨 小哥 小哥 吃了吧 我是第一名 我是第一名 我儿子都是第一名 你是第二名 我是倒数第一名 不可以吗 你怎么占到月饼上去了 这是用来吃的 这又不是真的 但是这是月饼呀 接下来给月饼 封顶 帮我把黄色的积木 放到这个盒子 辛苦你了 好多好多 一个都没掉 搭建完成 最后一部 花纹 转一转 小黄人月饼 这是小星星的主意 我本来想写中秋快乐 这家伙不同意 你为什么一定要写小黄人月饼呢 写小黄人 有点担保 我刚刚又加了一圈花纹 哇 好难看 哪里难看了 我觉得已经很好看了 但是这个人他打击我就这样 挑战用一万片积木拼 超大月饼 挑战成功 满分一百分 大家觉得可以打多少分 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这些都是小星星独立完成的 真帅 这个也很帅 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这个我真的不舍得拆啊 好不好看 好看 可以玩几天 一百天 滚啊 滚啊 滚轮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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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方向 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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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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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这个很脆弱的 我一定会不会粉稀 因为их打不头就会让我和你变成这个情况 好看呢